请你替我保护好处来 难道 难道还要让老夫 归下求你不成 冯爸爸 我有一件事情 想拜托你 在我死后 请你替我保护好处来 可能的话 最好不要让他知道你的存在 为啥子 因为我不想让他 觉得自己特殊 更不希望他 参与到一人皆的纷争 可以吗 不能答应你 但是 这就能遭到我雷夹了吗 你只要守着初篮 就能遭到真相 老爷子 毛眉里稳一行 我们品啥子相信你 我是家神之乱的罪魁祸首 就凭这点 够不够啊 你们要么就相信我 要么你们就漫无目的地寻找下去 两者 你们选 你们选 那你又凭啥子相信 我们会找到你手里去住 我不相信你 但是我相信冯爸爸 冯爸爸 你信我吗 我想什么 冯爸爸 我不行了 我现在全凭这一口先天气再撑着 请你给我个痛快 将你手里做 多久我能找回自己的过去 那就看你的机缘了 好 再说 冯爸爸 时间对你还有什么意义吗 好 我答应了 谢谢 冯爸爸 他 在丑栏 正是踏入一人世界时 当然 需要 力量是 请把这个交给他 谁得相信你 爸爸 那 那 那我 没事 他只是给我的东西 动手 妈妈 将死在那个手里 老夫也算是闪终了 快动手 就当是我给处安 给假身后裔 烧出一些祸患 老女 心满意足了 快动手啊 难道 难道还要让老夫 跪下求你不成 假使别生 定是没上那辆后车 就好了吧 假使你 纱是货谁 你 你爸 就拜托了我 爷爷 爷爷你回来了 你怎么了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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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回来了 爷爷 爷爷回来了 他才四岁 你难道就这样一直看着他 一直蹬下去吗 爷爷 爷爷说了对 时间我有点洗 我等得去